总统大选辩论会三位总统候选人 在激烈交锋之后也各自开记者会 蓝白阵营几乎是一口同声 炮轰赖清德在辩论的时候说出 把中华民国当成护国神山 是为台湾带来灾难 赖清德也亲自解释 他是口误少讲了宪法两字 而被问到辩论表现 三人都说留给选民来评价 全国民众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分数多少可能要 被问到辩论表现 三位总统候选人都没替自己打分数 留给选民来评价 只是民众党的柯文哲 为何在辩论时激动哽咽 我爸爸最大怨恨 就是我当新竹医院的院长 只是说 不好意思 只是说 那个是父亲对儿子的一个 柯文哲不忍父爱成为政治攻防焦点 而民进党的赖清德回答媒体提问时的这一句 引发轩然大波 把中华民国当作是两岸的富国神山 这到底是要促进和平还是要给台湾带来灾难 在各自的会后记者会上 柯文哲和侯友宜隔空联手攻赖 你既然忘恩负义 那就是 你现在是在选中华民国的总统 你怎么可以否定中华民国 更说中华民国是灾难呢 你才有直接再算下来 奇怪你怎么讲这句话 中华民国的富 如果作为两岸的富国神山会带来灾难 那那你今天是 你是要选哪一个 赖清德也直求对决 我的确是口误啦 我把中华民国宪法 讲成中华民国 柯文哲市长也知道我口误 可是他在记者会上面 又来攻击这一点 非常不应该 强调是口误 赖清德再度解释自己的完整论述 是指中华民国宪法 而非中华民国 柯侯那三人 各自在会后记者会 针对没讲完的 不够清楚的 再度面对镜头 说清楚 讲明白 这台北综合报道